说不抽烟不喝酒 每周还要坚持长跑四次 保持这样高度自律的生活 这件事你能坚持多久 我想这就是人人都向往啊 但是却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 比如我即便是我本身的 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 但是说一周坚持四次长跑 我是非常客观的说 比如说这个冬天太冷啊 夏天太热 再加上点什么刮风下雨感冒生病 所以说这个一周坚持四次长跑 真是看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 臣妾做不到 可以理解啊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 内心坚持了二十多年这种想法了 但是实际那二十天都坚持不下来 我把这个称之为人居长行啊 可是你知道吗 有人却这样坚持了二十年 而且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能够随时救别人一命 他就是以健康为使命的 稀有血型捐献者 福建福州五十一岁的黄饶杰 说到这儿啊 咱们呢不妨先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稀有的血型熊猫血 其实呢黄尔杰以前也不知道什么是熊猫血 直到二十年前他在参加义务献血的时候 才得知自己的血型是RH1型O型血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熊猫血 在中国啊 RH1型血的这个血型者不到百分之一 因此可以说是非常稀有的血型了 与其他血型的献血者不同呢 熊猫血献血者呢被称为流动的活血库 只有在患者急需用血时呢 献血者才能接到血站通知 才能够前往献血 所以说为了保证血液治疗 黄饶杰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身体健康 他不抽烟不喝酒 不管工作多忙都挤出时间 坚持每周长跑四次 这份自律很多人对自己都很难做到 但是他却为了别人 一做就是二十年 因为能在请急的时候找到你 然后因为你个人的原因 拍的这一次学没有书生 心里面也会感到挺内疚的 所以我们平常就有比别人更自律一些 二十年来啊 他基本每年献血一次 每次是二百到四百毫升 至今呢 感谢观看